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请给我一个鼓励的掌声 谢谢 当然我更大的鼓励是许医师每次诱惑我 你活着我就来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对不对 是 很快哦 时间又过了半年了 上一次许医师来是九月尾 那现在又三月尾了 每半年一次许医师就来这里跟我们上一个课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许医师其实在刚刚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还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然后今天又飞过来了 真的他好累 真的要谢谢他 也许在现场有些朋友可能不认识谁是许医师 我稍微做一个轻便的介绍 简单的介绍 许医师是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 也是一位身心 家庭科专科医生 那在台湾他目前是自己有自己的诊疗所 就是赛斯心灵诊所 那么他在这一个领域当医师也是有二十年的时间 那从事赛斯心法的一个教导工作也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 这条路走过来也真的是一点一滴的一步一脚印 所以许医师他经常分享的赛斯心法都是以他很实际的临床经验 和他自己生命的故事来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一起学习 那我自己对我来说能够从一个末期癌症 从一个死亡的关卡走过来 我觉得赛斯心法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引路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医师 所以我想在场也有一些可能是癌友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能够活下来 你也一定可以 因为只要你愿意活 你就有机会 真实不由别人决定 一切由你自己来说 那今天当然不是谈疾病 今天谈的课题是心灵与金钱的密切关系 因为我想金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越多越好 对不对 有没有人要嫌多的 嫌多捐一点给我们 赛斯基金会很需要 当然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钱是多的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用途 有很多的能量可以交换 那么这次我请许医师来谈这个课题 因为我想在我自己生命当中 其中一个很大的严厉的考验就是这个金钱 那也是导致我自己后来有一个癌症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和大家都有一个机会再度的深入去了解 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灵里面金钱它真正代表了什么 它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里面它是占了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能量场 所以我希望大家经过今天晚上之后 对你自己跟金钱的关系有一些新的概念 有一些新的体悟 那我不多说了 把时间交给许天生医师 开始今天的演奏 谢谢 好 各位亲爱的马来西亚的朋友 大家晚安 是 刚才有个同学 你第一次看到我对不对 对 他刚说好像跟照片的人不像 对 因为上次这个照片的时候是游泳过来的 从台湾游过来 结果泡到水 所以有泡肿一点 那这次过来是坐飞机过来 所以有比较小轰 对 好 来先跟大家讲一个白痴笑话 因为刚普悦讲礼拜六 礼拜天是在香港跟大陆 然后在大陆有一个学生 是高中一年级 那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冷笑话 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很热嘛 偶尔需要一些冷笑话 让大家觉得很冷这样子 可是有一天 有一条鱼跟一只虾子在聊天 然后这个 就聊到对食物啦 哪种食物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 这个虾子就跟鱼说 他对海鲜过敏 然后鱼就觉得很奇怪 就跟虾子说 那你自己不是就是海鲜吗 然后虾子一听说 是哦 对哦 然后就死掉了 我就说这个是小朋友的笑话嘛 这小朋友笑得最大声 就是虾子想到自己是海鲜 突然就死掉 因为他自己就是海鲜 自己最海鲜过敏 好 那刚才在来的路上 也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 来我们 身心灵跟赛斯的老朋友请举手 好 请放下 真的很欢迎大家 我记得是来马来西亚推广 赛斯跟身心灵已经几年了 七年还八年了 八年了 那刚才看到我们这个 怡保的同学 已经穿着赛斯服了 来 怡保在哪里 刚刚怡保的同学在哪边 来 你们两个到前面来 有穿赛斯服的到前面来 来来来 上来上来 要让大家看 我们推广是完真的 连衣服都出来了 而且还一颗植物嘛 还SETH你看 然后还这个黑色跟红色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我们全世界很多团体 很多赛斯服 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这个是属于马来西亚独特的赛斯服 好 我们再给他们鼓赏一下 谢谢 好 那我们光是台湾 从台北到台中到花莲 每个地方都会做自己的赛斯服 以前我记得来 这边跟大家推广赛斯心法 常就跟大家讲 基本上 在台湾推广赛斯心法 这一群人 对赛斯心法都非常的认同 但是推广的方式 简单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一盘散沙 那所有赛斯家族的人 第一个都非常爱好自由 非常爱好自由 唯一的共同点都是喜欢赛斯 那大部分喜欢许医师 有的也不喜欢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个鼓掌得很含义深远 但是大部分都是喜欢赛斯 全部都是喜欢赛斯 那大部分是喜欢许医师的 那我们从在马来西亚 是八年前开始推广 但在全世界各地 其实我们已经推广了 大概正式在做 已经推广了十几年了 那从我开始学赛斯心法 是从1987年开始 1987年开始 然后这将近十几年来 在全世界各地 不断的在推广 那近几年 尤其在马来西亚也好 在这个中国大陆 比如说我上礼拜到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 这个学员 那有的是从这个 像这一次的工作坊里面 有一个是从辽宁 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 从辽宁飞到深圳 来参加工作坊 那另外一对母女 是从西安 陕西的西安 就是这个兵马俑的故乡 那每次去那边旅游 都会被骗嘛 一定会被骗 买这个兵马俑 这个兵马俑的故乡 那从西安坐飞机 到深圳来上课 那曾经最远的有从新疆 新疆坐飞机来上课的 所以这几年在我们 世界各地的推广 那包含 因为我们华人世界的推广 也影响到美国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赛斯心法 它的推广 没有像我们做得这么好 而且也没有这么的落实 跟这么的实用 跟这么的具体 比如说刚才浦月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介绍我有两个医学的专科 一个是家庭医学科 那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科 那其实这两个疾病 浦月都有 大家知道精神科的疾病 最严重的就是 精神分裂症跟这个躁郁症 那浦月以前有躁郁症 对那身体的疾病 属于家医科的范围 这个最严重的就是癌症 所以浦月两个都有了 所以哪一天他如果挂了 叫此生无憾 人一辈子能得最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也得过了 人一辈子能得最严重的癌症 他也得过了 所以为什么后来会跟我结缘 那我在想 可能他是要走过这些阶段 那我以前也跟大家讲 姑且不论浦月这些年来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 他真的用自己的生命 亲身经验在印证赛斯心法 所以刚才在吃晚餐的时候 也跟他的这个木头老公 叫金明 其实说木头是称赞他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 他属木 永远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浦月的背后的那个伟大的男人 就是他先生 就讲到那时候 浦月在最严重的时候 有去医院拿止痛药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已经痛到 都睡不着觉了 那其实已经白天晚上 可能分不清楚 搞不好都有幻觉了 都已经梦见他 已经死掉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来接他了 我都快到了 我会稍微把它夸大一点 大家知道吗 然后已经去医院 要拿这个止痛药 结果马来西亚的医生就很好心 就介绍他去这个公立医院的 这个应该比较偏向安宁照护的部分了 就类似像安宁病房的照护 而且跟浦月讲 这个是不用钱的 那就再三地问浦月要不要去 那后来浦月还是选择没有去 可是真的我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 一个我跟大家讲 其实以医学的判断来讲 也许浦月早就该在两年前死掉了 以医学来讲 他几乎99%是活不过去年的过年 以医学来讲 99%是活不过去年的过年 可是浦月活过来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医学之外 这多是我们所还不知道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1%用来放大 找出它的原理跟关键 也许我们可以造福很多人 因为我们等一下的主题是金钱 我等一下一定会切到金钱 各位放心 但是我在疾病的部分 因为我想今天有些人 可能也是跟健康有关过来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也是上个礼拜才真实发生的案例 在去年11月 有一个上海人 在内地的上海人 从日本大阪坐飞机去台湾找我 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来找我 那因为他在去年3、4月的时候 被诊断得到了肺腺癌 那就开始治疗 那因为这个人 他算是有钱人 他好像在全世界各地有 数字我不是很记得 大概有10家分公司 那包含在上海 在香港、在日本、在澳洲 都有很多分公司 甚至有农场 有这个独立市洋房 有很多产业 因为他那时候本来是想在日本 做完生意 要回去选上海市长 回去选上海市长 那以前跟着他的那些小弟们 现在在上海做生意 大概都有百亿以上的身价 百亿 一百个亿以上的人民币的身家了 那以前跟着他的徒弟 他的这个跟班 都已经大概一百个亿以上的身家 那后来他得到肺腺癌之后 在日本找最好的医生 也在北京 因为北京有一家最有名的医生 是他跟他的朋友 好像合资开的 也找了美国最好的医生 后来到去年11月 他的肺腺癌已经转到大脑了 还有T11 各位T是胸椎 SPINE 胸椎的第11节 T11已经被癌细胞快吃掉了 再来是两边的骨盆 所以各位已经是第四期了 然后他的治疗方式 在服这个ERESA 大家知道这个肺癌的标靶治疗 ERESA 后来他来台湾看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日本的医生很好 很亲切 但是从来不给他希望 很专业 很科学 跟他讲 你这个病吃爱瑞莎 大约八个月之后 百分之九十以上 会复发 复发会做传统的化疗 做完顶多拖个半年一年 你就会杀优娜娜 日本的医生 没有给他任何的希望 一切讲科学 讲数据 每一次他去都是悲观的离开 那因为他那时候很不快乐 那日本的医生也帮他会精神科医生 那精神科医生 大陆就跟他讲 人生自古谁无死吗 所以开始写遗言了 开始把产业变卖了 要变现了 因为现在赚的都是死人钱 就是自己会变死人 留下来的钱是留给孩子 叫死人钱 所以你们现在赚的钱 如果自己花不到 你们就要再赚的 叫做死人钱 这样听懂吗 听懂 所以各位不要赚死人钱 要赚活人钱 好不好 OK 所以去年11月 他打算自杀 他打算自杀 因为他很苦 他很苦 从上海的乡下 其实他是无锡人 然后到上海去奋斗 到日本去奋斗 在日本奋斗18年 他跟我说 他说日本 三个月学会说日本 日文 每天熬夜学日文 他说他的IQ大概160几 他没有比人家笨 在日本三个月 就学会说日文了 可是太太 已经洗盛洗了 十几年了 也没有小孩 所以他觉得 自己没有希望了 后来正当他 打算自杀的时候 他人生走到的绝处 他就上网 打两个字叫绝处 那你们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跳出一本书 许医生的书 在西元2000年 我出的第一本书 叫绝处逢生 在前年 已经译成英文了 The Secret to Healing Cancer 你们在美国的市场 Amazon都可以买得到 我的第一本书 2000年 普悦也是那本书 把我请到马来西亚的 你是我不只是我 普悦是因为我不只是我 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 已经得癌症 他不相信自己是癌症 所以他上网打绝处 这两个字 跳出一本书 我的书 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 请国内的人帮他买 还是干嘛 就当他手上 他一看完 马上从大阪 飞到台湾找我 因为他本来打算要自杀了 后来各位 他看我的门诊 然后每个月 从日本大阪 飞到台湾的赛斯村上课 在座你们有些人 去过赛斯村 请举手 你们假设今年年底或明年再去 又会看到两栋新的建筑了 因为我们已经盖 已经盖到三楼了 各位很快 因为我们全部也只有三楼 我们已经盖到三楼了 因为每次我讲全部 我们已经盖到三楼 就很多人问我 那徐师你们会盖几楼 我就说三楼 因为花莲会地震 各位知道 而且我们那边是 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跟以前 这个马来西亚的规矩一样 树不得高于椰子树 房子不得高于椰子树 我记得以前去巴厘岛玩的时候 有个规定 房子不能比椰子树高 台湾又地震 有死人吗 还不知道 因为花莲也会地震 所以房子不能超越 10.5公尺 所以我们已经盖到三楼了 而且我们只盖三楼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今年年底过去 就会看到两个建筑 已经在那边了 就要每个月 从日本飞到台湾 参加我两天的工作坊 然后子坛主任带的 七天的静心疗育营 各位 当然也跟我做一对一的咨询 结果1月31号 他又回日本 做MRI 核磁共振 还有PET 正直摄影 正直摄影 结果2月7号 去看报告 看报告 日本医生 第一个跟他讲 脑部的肿瘤不见了 第二个T11 骨头长回来了 两边的 Pair big bone 骨盆 没有了 肺部的本来1.7公分 变成1.1公分 但是从Active 变成Inactive 从活性的癌细胞 变成非活性的 静润 旁边的癌细胞的静润不见了 然后开始产生概化 他后来2月的过完年那一周 到赛斯村 来看我跟我讲这件事 他跟我讲的时候 还有点不高兴 他说许医师不是应该全部消掉吗 我去跟他说你欠扁啊 什么叫做全部消掉 赛斯心法很神 但是不是变魔术 各位了解吗 你一个东西死掉 还是有一个 在那边慢慢要消掉 还是有一个概化点 就像你们以前如果 早年有肺结核 你今天去照X光 医生还是告诉你那边 有些概化点 可能三四十年的 那个概化点都还在 所以有些人癌症疗愈了 会留下一些概化点 那他在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 各位前后三个月 那我讲这个东西 其实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 今天如果说 我们在学赛斯心法 我们在学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我们在学能量的转换 那么各位 对今天的主题来讲 我讲句实话 就是能量如何使用到不同的方向 因为我跟各位讲老实话 今天如果你是最后一世 在地球上 你大概对于赚大钱 不会有太感兴趣 各位明白我意思 你才对于赚大钱 大概啦 不是说你不能赚大钱 各位不要绝望 就是你又想最后一世 又想赚大钱 因为赛斯心法 是很灵活的 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你比较不会把所有的energy 放在赚大钱上面 你会觉得 enough 够了 因为你可能前几世已经都够了 各位了解吗 你可能在前几世 你早就大富大贵了 你早就体验到荣华富贵 这一世 你只想要平安喜乐 够用就好 各位听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你不要误解 你们走修行就不能有钱 还是要打破大家这个概念 可是如果假设你是最后一世 一般而言 你可能不会想要 完全发展太多太多的物质 你可能不会 因为那也是要耗费你的energy 各位明白吗 会耗费你的energy 所以我就要跟各位讲的是 每一个人 你们按照你们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讲的 主要是讲能量 如何运用在 让你的生活丰富 各位你们可以选择 许一诗没有说 你们都要变得非常有钱 才是对的 明白吗 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原则 刚讲 可是你不能想要有钱 有钱不了吧 明白了吗 你不能说 我追求心灵 就每天在那边 账单付不出来 吃不到葡萄说 葡萄酸 看到人家很有钱 就跟他说 你一定不是最后一世 那你自己 maybe也许你还可能是 因为你没什么钱嘛 各位 这叫完全酸葡萄心理 叫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这样明白吗 看到有钱人就说 徐医师说 你大概不是最后一世 我有可能是 各位 也许你根本还有好几世 明白吗 所以我今天不是说 各位你一定要变得多有钱 才符合身心的观念 不是的 而是再告诉各位 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能量出来 往物质丰富的方向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或是各位 你这一辈子 你也告诉我 徐师 我这辈子 我身心里 我只想要略懂就好了 跟那个诸葛亮一样 对不对 那个略懂 三国里面的那个 演诸葛亮是谁 尖诚武 尖诚武 每次人家问他 那个林志玲的马要生小马 问他懂不懂兽医 略懂 懂不懂天气 因为孔明要借东风嘛 懂不懂天气 略懂 什么都略懂 所以刚讲 如果各位你 跟我说你这辈子 主要是要追求物质 你想在物质的世界 有多丰富 有多丰富 我会说good good 很好 你去追求 那是你心灵的部分 你不要忽略 也许在某一世 你必须要 全力的来走心灵这一块 各位明白吗 那如果各位你跟我说 其实你很喜欢心灵 可是你常常又觉得自己很穷 付不出钱 想给爸妈更多钱 做不到 想买个好一点的房子 那或是怎么样 想到台湾去 参加工作坊 连机票都付不出来 各位那就有点 哄音哄音了 这样了解吗 就有点哄音哄音了 你被钱困住了 那被钱困住了 就表示你的能量 你的creation 创造力没有出来 那么我就会建议各位 假设你为了要好好修行 那至少你的经济 要有一个富足的水准 各位 你不可能每天想说 我今天去当乞丐 可以乞讨到多少钱 还要修行得很快乐 不容易 赛斯也讲过 不是说 不快乐不能修行 不是说 穷不能修行 也不是说穷不可以快乐 各位 穷可以快乐 可以 可是那就好像你的脚底 杂力支铁钉 你要笑得很开心一样 不是不可以 是不容易 要很勉强 而且是违反自然的 各位明白吗 我一直讲过 不是说你穷 一定不能快乐 没有没有没有 人家延回也很穷嘛 孔子的弟子延回嘛 听说后来是营养不良死掉的嘛 对 穷不是不能快乐 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你要去找钱 你要去找钱 你要为五斗米折腰 你不能去实现理想 你不能去做你想做的工作 你看到有一个人很可怜 需要被帮助 你也帮助不了他 各位你明白意思吗 因为为了找钱 而让你的整个灵魂的能量 是降低的 降低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严算自心法 让你觉得 如果你是在为钱烦恼 那么你首先要让自己 不是在为钱烦恼 因为我们希望 在座每一个人 你们所有的能量 能量是放在创造 创造什么 第一个你可以创造 一定水准的物质 一定水准的物质 第二个你能创造一个快乐的人生 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 创造一个真的灵性的追求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把我们今天的主题 为各位定调了 整个大概念 帮各位定调了 其实赛斯也一直在讲 当你在经济上 是没有匮乏的时候 你才能全心全意的 去追求你的理想 跟灵性的生活 跟灵性的生活 我们讲 比丘跟比丘尼好了 和尚跟尼姑好了 各位和尚跟尼姑也有分 分画得到圆的 跟画不到圆的 分他有能力 让人家供养 跟修行不够 人家不供养的 也有 所以你不要说 修行人不需要有钱的能量 各位盖庙要不要钱 所以很多的修行人 他只是把前几世 赚钱的能力 变成这一世 身为修行人 而有那个能量 让人家供养他的能力 各位让人家供养你 也要有能力啊 现代人聪明的要死 你胡搞乱搞 我会供养你哦 不会各位明白吗 是啊 所以今天不是说 你是一个修行人 你就跟钱无关了哦 不是哦 他其实只是你把 金钱的创造力 从这个方向挪到 下一个方向而已 他并不是说 你就完全跟金钱的能量无关了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点题了 你必须把金钱 视为一个能量 能量 那以前我曾经就这个主题 在马来西亚也开过工作坊 那我今天 简单的跟各位讲几个 很重要 你们要学习到的概念 因为你们知道赛斯心法的第一个 守则叫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还记得吗 第二个 你们还记得创造实相的四大步骤吗 这一题只能没有答对 但是不算答错 创造在个人实相的本质 创造实相的四大要素 第一个是信念 第二个是你的感受 你的feeling 第三个是你的imagination 第四个是你的行动力 你的行动力 那各位 基本上这四大要件 他所配合的 就是如何把内我的能量 导引出来 各位什么叫内我的能量 以前跟大家讲过 内我的能量 就是每一个人 由内而外 与生俱来的创造力 简单来讲 也就是我们的神性跟佛性 因为内我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创造 天地宇宙万物 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就是创造 你如何把内我的创造能量 导向你希望它去创造的方向 所以第一个 你们要学习的是 如何跟内我的能量做连结 就是赛斯心法里面的 feeling tone的练习 feeling tone 简单来讲 就是你如何 比如说我们讲 手机好了 各位 像你们现在很多人用手机 那比如说你手机 或是你电脑可以上网 那上网 你们常常有网路连线 对不对 那有些地方是无法连线 有些地方可以连线 或是如果你们有开车 现在开车很多人用GPS 卫星定位 对不对 那各位卫星定位 当你开启的时候 它马上在找什么 天上的卫星 当它找到天上的卫星 然后告诉你 定位完成 那告诉你 下一条路右转 走多久右转 那它当GPS 能够导引你的时候 表示它已经跟天上的卫星 干嘛呢 连线了 连线了 于是从天上的卫星的角度 它可以告诉你 你在哪里 告诉你下个路口 你要右转还是左转 各位这样明白吗 好 那讲到我们的 ego 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我们最近才在上 那个灵界的讯息 最后一章 再次讲到自我意识 其实是孤单的 各位 因为自我意识 很多时候是不安全的 不安定的 比如说在普悦 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我相信他 甚至有一阵子 怀疑自己会死掉 对不对 当人生某一些道路 你在经过的时候 你会害怕 你会恐惧 你会恐慌 因为你不知道 接下来会怎么样 有时候人生某一些部分 是你经过了 你再回想 你才会有一点明白 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各位 我们真的都很清楚明白吗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常常是孤单的 常常是惶恐的 常常是无助的 常常是当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你每天都在胡思乱想 是吧 各位 因为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经常觉得自己是孤单的 就像我以前一直跟各位讲 我在辅导 那么多的癌症病人 尤其是乳癌的病人 他们通常都有一个信念 他一个人孤君奋斗 他觉得他什么都要靠自己 他觉得这个世界只能靠自己 当然这在人 培养自己的能力 学习独立 学习 增加自己的创造力 是有帮助的 可是到某一个部分 各位辛苦不辛苦 于是到后来 很多人其实都活得还蛮辛苦的 因为当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有一个信念 我长大了 我要为自己负责 我长大了 我要靠我自己 谁都靠不住 所以各位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的自我意识有关 但是自我意识 它有一天 它一定要回归 回归什么 回归它是内我意识的一部分 自我意识 有一天它一定要改变 它一定要认出来 自己不是一个人 自己并不孤单 它是内我意识的一部分 那当它开始回到 了解它是内我意识的一部分 各位 它会找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 找到安全感 第二个 明白我是谁 这是所有人 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功课 包含我在内 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安全感 了解我是谁 再来最重要的是 它能得到内在能量的一种 支持跟鼓励 各位 自我意识 可以得到内在意识的支持跟鼓励 于是它跟创造的能量 做连结了 但是各位 我要讲 这是要经过修行的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还没有ready 你跟这么大的创造能量做连结 各位 你有可能会很好 也有可能死得很惨 你明白吗 就好像比如说 你想买给你的小孩子车子 年轻人 大学刚毕业 买低辆车子 各位 你会不会买给他法拉利 然后六千cc的引擎的 你小孩子一踩 马上你们家的墙就破一个洞了 因为那辆跑车就会 咻往前冲 然后把你们家的墙撞破一个洞 明白吗 在你not ready之前 你是没有办法连结这么大的能量的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目前的人类 正在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的点 第一个 它又要连结宇宙内在的能量 可是 当你连结这个能量 你的意念 就要更能够掌握得住了哦 因为不然你连结到这个能量 你的意念都是负面的 你觉得人生都是苦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 充满了危险不安 各位 你马上就陷入痛苦中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在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 我们要连结到我们内在的能量 我们又要学习 操作 使用这个能量 比如说普悦好了 她是一个能量很强的女人 你看那么小小一只 那么小小一只 好像那个鸡鼎电磁嘛 像那个兔子打鼓 有没有都不会停 是啊 那么小小一只 能量很强 那过去想去追求的 有没有 就要学习使用能量了 或是 有些东西被 所以block 障碍住了 能量变成什么 癌症 所以如果我们讲生病 所有的生病 都是能量在打转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有的生病 都是能量在打转 各位 赚不到钱 也是 我现在把健康跟金钱 做同等的比喻了 生病的人也好 赚不到钱的人也好 各位 都是你的能量在打转 你赚不到钱 不是你赚不到钱 每个人都是能赚到钱的 是因为你的能量在打转 不但他打转 转一转 还会赚回来 各位 叫做 越工作 钱越少 越努力工作 钱越少 辛苦了一辈子 没有赚到钱 辛苦了一辈子 没有赚到钱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刚刚讲 生病也是 是能量在打转 再来 赚不到钱 也是能量在打转 所以在赛斯心法的学习 第一个会协助各位 一步一步的怎么样 连接到能量 GPS完成 完成 连接完成了 再来 各位 你要开始 导引能量了 导引这个能量 导引这个能量 我刚刚讲了 你的信念 比如说你关于金钱的信念是什么 我举一个案例 各位就明白我的意思 我大陆一个学生 就跟我举一个例子 他说他的儿子好像才13岁14岁 他就问他的儿子说 儿子 我们去买一张 比如说香港的六合彩好了 那来中一个亿好不好 儿子第一句话回答妈妈 妈妈 我不要中这一个亿 妈妈就觉得很奇怪 你干嘛不要一个亿 儿子讲一句话 妈妈 那不是我努力得到的 我买彩票 中一个亿 不是我努力得到的 我不要 来各位 我们来解 分析这个心理状态 你第一个听起来觉得 好好 这个老师教得好棒 因为中国人自古 叫不要不劳而获 有没有 然后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不义之财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中彩票算不算不义之财 应该也不算是 因为那个也是公开的游戏 不是政府发行的 不是那种地下的啦 不是骗人的 好 那第一个儿子跟他讲 那不是我靠劳力得到的 不是我的努力得到的 我不要 好 那我们现在来剖析了 后来妈妈就跟他讲 他说 没有啊 你有付出啊 第一个 你有走路 从家里走到彩券行去买啊 你有付出啊 第二个 你有花钱啊 五块 十块 你有花钱啊 你并没有不劳而获啊 第三个 所有其他去买彩票的人 也都有一个共识啊 可能不一定他们会被别人得走啊 所以你没有骗别人啊 你有花钱 你有走路去啊 所以他妈妈第一个跟他说 其实你是有付出的 所以你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一个亿的 各位你不要误会哦 徐师举这个例子来分析我们的内心世界哦 可是后来 我跟这个妈妈讲一句话 我说 也许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 来思考这件事 比如说 如果他的儿子 假设有接触到赛斯心法 因为赛斯心法 我们最近在读健康之道 我一直跟所有人强调 健康之道的101页 各位记起来 如果没有健康之道这本书 101页 很好记 台湾有个101高楼 健康之道的101 其中的第一句话 因为赛斯讲六大 人生的基本心态 第一个心态是 我是一个极好的生物 是我存在的宇宙当中的一个 有价值的部分 来跟我念一遍 我是一个极好的生物 是我存在的宇宙当中的一个 有价值的部分 好 我就跟他讲 你告诉你儿子 如果 你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极好的生物 如果 你是你存在的宇宙当中的一个 有价值的部分 那假设你今天 买彩票好了 得到一亿 请问你会拿这个仪义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讲 让自己让家人过很好的生活吗 但是你会不会去浪费 去干嘛 那是你个人的内在的状况了 再来 你能不能用这仪义 第一个开始让自己不去做 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 第二个也许你能够因为自己无后顾之忧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画画 你因为拿到这个一个亿 你不需要去上班了 你在家里画画 于是你可能成为下一个皮卡索 对不对 最好不要成为下一个 那个疯掉 把耳朵割掉叫什么 泛骨 对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甚至帮助很多年轻没有钱的画家 开画展 行不行 如果你是一个报纸的记者 各位 你必须要上班听老板的话 今天你不用上班了 你变成一个自由的撰稿人 写你想写的文章 报社愿意用你的就用 不用就不要用 或是你拿出 一部分的钱 把这家报纸 百分之三十的股权买下来 每天登你的自己的专栏 来讲徐医师身心灵的观念 各位可不可以 可以 再来你这一亿 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如果从来你都很喜欢年轻人 可不可以设一个年轻人的奖学金 让那些想念书 又没有钱念书的人 你一个一个interview嘛 你一个跟他们面试嘛 这个年轻人想念书 但是他没有钱 你给他奖学金 甚至你不用白白给他也可以 你跟他讲 好我给你 五万 让你把大学念完 这五万 你随时有能力还给我 你还 没有能力 可以不要还 可不可以 你跟这个大学生讲 这五万你拿去念书 将来你赚钱了 你还记得我 你记得还我 因为我可以拿这五万 再去帮助另外一个学生 你忘记了 你还不起了 你不想还了 你是OK 好因为老天爷会对付你 好啦开玩笑的 老天爷不会对付你 自己会对付自己 各位明白吗 今天我问在座的每一个人 如果我是上帝 我说我要让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中一亿的彩票 各位我要讲了 你们有信心 你能把这个一亿的能量 发挥出来超过你原来得到一亿的价值 那么这笔钱就会是属于你的 你们听懂我意思吗 就说你配不配 你值不值得得到这个一亿 因为你相信你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极好的生物 你相信你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 而你相信当你得到这个一亿 你能把它的价值 发挥到利己利人利益众生 Why not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金钱正面的价值了 如果你认为你得到这个一亿 你觉得不配得 各位对不起 他就不是你的 如果你觉得不配得 那就不是你的 好各位 我讲我自己也是因为赛事心法 我在修正我的观念 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是在一个比较穷苦的家庭出身的 那我一辈子以来 我也是都比较靠自己的力量 可是那天我在香港 在演讲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有趣的比喻 当然今天许医师也算 我不算穷 我算有钱的 可是我不算超级富豪 我说超级富豪是几百个亿的那种 几百个亿的那种 我还不到 我还不到 来 那个是基金会的不是我的 对 基金会的许医师一毛不拿 然后今天如果 有个超级富豪 看了许医生的书 听了CD 有一天 他来找我 或是不知道什么机会 遇到了 他跟我讲一句话 许医生 我喜欢你 我说 我有太太了 而且我不是同性恋 好啦 开玩笑 许医生我喜欢你 我会说谢谢 许医生我觉得你 你出这些书 做这些 这些讲座 这些CD 我觉得帮助很多人 我说谢谢 他说 我觉得你很可爱 我会再说谢谢 然后他接下来 可能会讲一句话 许医生 我想送你一笔钱 我第一句话跟他说 许医生到目前为止 没有接受过 任何私人的馈赠金钱 过年人家会包红包给我 两千 三千 马币 会包给我 或是我的生日 有时候他们会包给我 因为他们知道 我不拿钱的 就是 因为我拿到钱 都会捐给基金会 他会私人用红包袋 包红包给我 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全都是捐出去的 不信问我太太 虽然他有点心疼 好 开玩笑 我都是捐出去的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私人接受过人家 奉献钱给我 没有 没有 只要包红包给我 包括有一个妈妈 她女儿以前是癌症 那也有看我们的书跟听CD 那后来 女儿也 其实死掉了啦 往生了啦 那这个妈妈很想念女儿 那女儿死掉之后 这个妈妈每个月都来看我 因为她来看我 好像能够聊聊女儿的事啦 作为一个心中的一种 发泄也好 怀念也好 那跟徐师说说话 作为一个情感的连结 然后每次来都包个红包给我 对 然后带个饼干啦 苹果牛奶给我喝啦 对 那我都把它捐给基金会 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接受任何私人的 金钱的馈赠 那我跟你讲 这个超级富豪 假设他有一天 他就是很欣赏我嘛 跟我说 欸 徐医生 我很欣赏你 他说他想要包个红包给我 那我就问多少啊 他可能说 好 那一个亿好了 一个亿 以前我会说 我不要 你捐给基金会吧 我现在还有可能这样说 但是我现在有可能 我会收下来 我不知道各位 你现在知道 我说的是内心的转折 我说的是内心的变化 以前我会不拿 我一毛都不拿 我一毛都不拿 现在我有可能会收 为什么 我不会全部捐 我会 最多我会捐一半而已 最多我会捐一半而已 不会多于一半 对 因为 我觉得我值得 你要有意思吗 我觉得我值得 那个值得是 就是 当我的心灵更丰富 我会跟他说 谢谢 我会跟他说 谢谢 因为当我的心灵更丰富 我能够把更多的能量 来帮助这个世界 你们听懂我意思 因为许医师有个心愿 我不想为任何钱 伤脑筋 我希望我所有的能量 是用来推广赛斯心法 是用来 利益众生的 但是我没有出家当和尚 各位明白吗 所以我就输在这一点上面 我就输在这一点上面 我已经有个哥出家了 对 好 各位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 我刚讲他就是喜欢我 而且跟我讲 诶 徐医师 这是毫无条件的 我没有要你回馈 我也没有要你干嘛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 所以我喜欢给你 各位明白吗 就是喜欢你 就是喜欢你 他因为就是喜欢我 他就是欣赏我 他就是希望我开心 因为他希望我更开心 以便我能把更多快乐的能量 跟众生分享 以前我一定会拒绝 现在我会说 Why not Why not 謝謝你这一亿 我会发挥一百亿的价值 我不知道各位 当我在这样说的时候 你们开始有没有 感觉出来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 贫穷跟没有钱 第一个是因为你觉得 你受不起 而且你没有ready 你没有准备好 You are not ready 你没有准备好 再来是你因为你认为 你不值得 各位你凭什么 你不要讲喔 我们从小是受教育是什么 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能拿 不是我们的不能拿 无功不受禄 不可以不劳而获 从小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有没有 你不能得到 不属于你的东西 各位那叫偷 那叫抢 那叫骗 偷拐抢骗 后来我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比如说在座 如果你们有钻石的 当然我知道你钻石是买来的 可是你其实你是偷来的 钻石是谁的 地球的 你們身上有没有金项链啊 金戒指啊 各位我知道你是买来的 可是你一定是偷来的 从哪里偷来的 泥土里面偷来的 各位你们有穿衣服的 在座没有谁没穿衣服的 请举手 我知道你们的衣服是去买来的 但是你们也是偷来的 因为我相信你们的衣服 不是从棉花的棉 就是从铲宝宝的 人家铲宝宝要用来 枝茧的 你们把它拿来用 对不对 不然就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 哪一弄 石油哪里来的 地球的 所以全人类通通是小偷 全人类通通是小偷 各位你们住的房子 什么时候是你们的 本来是老鼠的 本来是地鼠的 本来是炸猛的 本来是蚂蚁的 你又问过人家吗 你听懂意思吗 你没有问人家 全人类都是什么 小偷 各位这个比喻并没有错喔 但是人类要明白 怎么样回馈万物才是 所以我刚讲 人类到现在 第一个 你觉得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认为 你不可以不劳而活 不是你的你不能拿 无功不受禄 各位 这些东西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可是赛斯心法 它把我们的心打开 不要做治疗汉 不要固步自封 不要把你自己 跟宇宙的能量 切割开来了 所以赛斯心法说什么 各位 第二条 你的存在 蓬勃生气了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也蓬勃生气了 你的存在 所以各位 你必须告诉自己 你值得 因为 你可以发挥更大的能力 因为 你 准备好了 你能够 运转 这个宇宙的能量 各位 你可以兴建学校 你可以设奖学金 你可以帮助 很多 需要被帮助的人 甚至各位 也许你应该帮助你自己 帮助你自己 不再为了金钱 而去受苦 而再去做你不喜欢做的工作 而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安全感了 你去发挥你的能力跟专长 所以我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是 金钱是一个能量 而你对你自己 你打破了 你的限制性信念了吗 像过去对我而言 我刚讲 如果有人要给我一个亿 我绝对不会收 你良心不安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赚的 我凭什么得到 现在我会觉得 每个人都该发挥他的价值 我会说 谢谢 因为我会发挥 比这一个亿更多的价值 因为生命是可以做更大的 创造的 我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刚讲到 两点 第一个点 是我刚提到的 我们要开始 连接宇宙的 感觉基调的能量 第二个 你的限制性的信念 打破了没有 很多你的过去的 习以为常的观念 你认为 从小到大的观念 你打破了没有 包括我刚刚跟各位讲 我来自的家庭 也是一样 那时候我在香港 我还 讲到一个有趣的笑话 因为那位同学问我 有没有考虑出家 那时候我就常常 在有点酸我哥哥出家 各位记得吗 我常常酸他 酸知道吗 我常常酸我哥哥出家 那后来我在跟我太太 做分析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因为我哥哥是 这一辈子 当然父母除外 我哥哥是这一辈子 他的东西 我拿过来 我比较没有罪恶感的 因为从小我们睡同一张床长大的 我哥哥是那种 他的东西我拿过来 我会觉得 理所当然没有罪恶感的 对 因为我爸妈以前受的交易 也不是太高 然后后来也不是说经济上多好 但是我爸妈已经是最爱我的了 而且已经是尽其所能 给我最多的了 那我哥是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我从他那边 如果得到物质的时候 我会觉得理所当然 就像各位有时候 如果你爸妈很有钱 假设啦 通通不用为了钱伤脑筋 比如说 你要买个房子 你会不会希望你爸妈 稍微帮忙你一下 会嘛 一定会 人性嘛 假设你爸妈的钱多的用不完 那你买个房子 没有钱买房子 各位 你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想法嘛 希望爸妈帮助你一下嘛 那我们华人也都是很习惯 父母的大部分都是会给孩子 这是我们华人的习惯 所以我刚讲 我哥哥本来是这个世界 唯一一个在物质层面上 我觉得他的东西我拿过来 我比较没有罪恶感 可是现在 我又不能继承他的寺庙 虽然那个寺庙也一个亿 台币啦 那个寺庙台币一个亿 可是我也不能继承 就亏了嘛 对不对 就亏了 之前跟大家讲个笑话 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到洛杉矶去演讲 结果我哥哥 就带着他的信徒来听我的演讲 就一堆和尚 尼姑坐在那边 那后来我哥哥来看我 就带着一个 袋子里面装礼物 那那个袋子是Hermes 那时候我不知道Hermes是什么东西啦 爱马仕 后来我太太就认出来了 女人嘛 马上跟我说 欸!Hermes欸 我说什么Hermes 很有名的牌子 很贵的呢 我说我哥哥会带Hermes的东西来送我 我就走过去打开 原来是来自新疆的高级红枣 用Hermes的袋子装着 好 后来我马上问我哥哥说 袋子里面原来的东西呢 袋子里面原来的东西呢 为什么不见了 为什么变成红枣 我哥哥就在那边滋物个半天 滋物个半天 后来果然第二天到了寺庙去 他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给我了 一个Hermes的杯子 杯子也好啊 各位 母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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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一個 我覺得我從他那邊得到物質跟金錢 我覺得 我覺得理所當然的 我覺得那是一份愛 我不會覺得我欠他或他欠我 各位 我覺得那是一份愛 你明白我意思嗎 對我各個言 他也這麼認為喔 他如果有東西給我 他不會吝嗇的 他不會吝嗇的 這是一個 agreement 因為我們知道 背後是一份愛 各位仔細聽囉 我現在要講一個重點 基督徒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上帝愛你 上帝愛你 而且是無條件的愛你 甚至 我最近很喜歡講的一句話 我沒辦法寫上去 但各位你們要記得 白白的給你 聽我這句話沒有 每次我看那些基督徒在禱告的時候 基督多大方 多愛你 上帝對你多無條件 所以一切都要白 各位注意我的手勢 白白的給你 白白的給你 上帝要白白的給你 各位仔細聽 這句話真是令人心酸 因為如果以最狹隱的方式 我從來沒有被白白的給我 我們從小到大一分跟你一分收獲 不能不勞而獲 不能不是你努力的 你不能拿 什麼叫白白的給我 各位白在哪裡 我不姓白 我姓許 各位有沒有聽懂我要說什麼了 如果我們講 神佛好了 神佛的本質是愛 如果我們又講 神佛的本質是creation 創造 假設我們認為 神佛擁有 全世界最大的創造力 如果這樣講 各位地球是不是屬於上帝創造的 所有的鑽石最後是誰的 上帝造的嘛 造物主造的嘛 所有的黃金是誰造的 地球嘛 造物主嘛 整個宇宙是誰造的 造物主嘛 所以如果這樣講 各位造物主 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能量 甚至擁有我們世俗的 定義的一切的 美好跟金錢跟財富 各位同意嗎 大聲一點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各位 關鍵來了 關鍵來了 如果今天我認為 我哥哥是愛我的 我是愛他的 我認為我從他那邊 得到這個物質 我無愧於心 我覺得那是一個愛的表現 各位 許醫師也不是匪類 我也不是敗家子 我也不是富二代 我對錢也沒有需求無度 各位明白嗎 你們不要誤會 好像我一天到晚 要人家的錢 各位不要誤會 沒有 我沒有一天到晚 要人家的錢 假設 我剛剛講 我哥哥對我的愛 或我對他的愛 我覺得他給我東西 我會覺得 那是一份愛的展現 我會覺得很理所當然 我會因為這樣過得更好 或生命更豐富 各位 或是我們講 我們的爸媽對我們 我們的爸媽對我們 這也是我想很多人 你的快樂或悲哀 也許你爸媽 是能夠給你很多錢的 也許你爸媽 是給不了你很多錢的 可是對於我們華人來講 都有一個共同的部分 大概我們的爸媽 如果很有錢 你不會太窮 同意嗎 老外有可能會 老外我們看過 父母親是超級富豪 兒女很窮的 我們知道有這個案例 但是也不多啦 也不多 所以各位我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的父母親是很有錢 幾百個億 大概你幾個億也跑不掉 而且只要他 哪天他們掛了 一定都是你的 以我們的傳統 沒錯吧 各位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東西叫做繼承 為什麼叫繼承法 為什麼你父母的 該是你的 是什麼 比較大的 愛 其實是愛 各位我不是在講法律 我在講愛 你現在聽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講法律 我不是講繼承權 我不是講父母親奮鬥的 該是孩子的 各位我都不是在講這東西 我講的是一份愛 因為那份愛的存在 你覺得你給 你可以給的大方 你願意給 各位你會給你 你所愛的人 所有的一切 明白嗎 在愛當中 你不會捨不得給 對 就像我講個例子來講 像你們知道 最近香港人 大陸人一直在衝突嗎 因為大陸人都跑去香港 買奶粉嗎 像我一個香港的學生 就跟我說 學生他們以為大陸人過來 只是買那個名牌的 名字的啦 安琪兒的啦 S26啦 不是 大陸人過來 什麼奶粉都買 只要是奶粉他都買 連那個沒有牌子的 平常賣不出去的 他也買 好那 香港人就很不爽嘛 就像要限制嘛 每個人只能買兩罐嘛 好各位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些大陸人有神經病 他為什麼去香港買奶粉 為什麼 比較大聲咧 愛嘛 聽懂了嗎 因為他們 捨不得自己的孩子 吃大陸生產的奶粉 當然這是大陸有待改善的地方 我順便跟各位講個笑話 我在深圳 有一個我的學生 從北京過來 他們家是當官的 官台當的不小 他就跟我說 許醫師我們北京 我們這種當官的 就有身份有地位的啦 我們買食物 其實很簡單 只有一個標準 Not made in China 我聽到差點混到 北京的 比較有錢有勢的啦 有錢的那種 他們買食物 只有一個標準 Not made in China 當然這是有待改善 大陸有很多檢討的地方 各位我再說那份愛 明白嗎 為什麼 有一種法律叫做繼承法 為什麼有一種法律 是父母的錢 大部分是留給孩子的 其背後是一份愛 好 各位我這樣講 後來我打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你們仔細聽了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世界有造物主 有一個創造者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造物主 對你我的愛 至少跟我們的父母親 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爸媽媽媽是給我們肉體 沒有給我們靈魂 明白嗎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造物主 是我們的靈魂的 存在的給予者 白白的給你 白白的賜予這個地球 賜予這個宇宙 賜予所有地球上的 金木所有活土 跟所有的動物跟植物 賜予整個地球的豐富的資源 幾兆幾千億幾百億的所有的資源 而誕生我們的天地宇宙 這個一切萬有 對我們的愛 絕對不亞於我們的父母親 因為我們的父母親 也是由他而來 而請問 這樣的一份愛 這樣的一切萬有 他想不想給你 各位 各位 我在解釋 我們每個人在宇宙當中的地位跟角色 這個握有全宇宙最大的資源 包括所有一切的能量跟物質 皆由他而來 的這個一切萬有 他想不想給你他最大的愛 想不想 各位就像你的父母很有錢 他一定想給你 可是他同時也會害怕 怕什麼 怕你是敗家子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他當然想給你 他怕的只是你是敗家子 如果你勤奮努力 愛己愛人 他可不給你 通通給 因為你會幫助這個世界 各位聽懂嗎 他能給你多少就給你多少 因為你是一個很棒的孩子 你不是富二代 那種敗家子 你不是只會浪費 然後自以為了不起的 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 臭小子 各位明白嗎 如果我用這個角度來比喻我們的父母親 比喻所謂的一切萬有跟上帝 各位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想給你 問題是 你該不該得 你能不能得 你得了之後 你怎麼看待你的人生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了 各位我說的是 創造天地宇宙 一切能量 物質的根源的 這個 一切萬有 那以前我 有個觀念我 大錯特錯了 我剛剛跟各位講 在 具體的部分 我覺得只有從我哥哥那邊得到的 好像我覺得我是 應該的理所當然 我不會虧欠的 因為我覺得 他是愛我的 他是不會吝嗇的 他今天只是 佛事不能傳給我 可是我可以說服他死之前 把他改成賽斯的 這個推廣中心 那就可以傳給我了 好啦 這開玩笑的 搞不好真的我告訴你 哪一天 變成賽斯推廣中心 對 就Happy Ending了 我喜歡你 Happy Ending 以前我覺得 我從那邊得到 我才覺得心安理得 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我要靠我自己 我很辛苦 我很努力 可是各位 現在我要大家 讓你們的觀念改變 自助人助 自助天助 如有神助 我不知道 各位你們明白 我在幫你們營造一個能量場了嗎 我在幫各位營造一個能量場 當然各位 你要學習 你要成長 你不是敗家子 因為你在身心靈的部分 你學會怎麼樣 立體立人立義眾生 第二個 你能不能 跟宇宙的創造力做連結 而且宇宙的愛 宇宙 各位 宇宙給我們的 不是只是物質喔 我不要各位又誤會 許醫師教我們身心靈 宇宙要給我金子銀子 各位 不是 那只是一個具體的顯現的 一小部分 一隻鼻毛而已 聽懂嗎 那只是我們活著的時候有用 只是人活著的時候有用 在地球這個教室有用 人死掉就人在天堂 錢在銀堂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學生講的 就 世間錢世間用 離開世間沒有用 世間錢世間用 離開世間沒有用 各位 錢是在這個世界 能用的而已 所以我現在講的 一切萬有跟造物主 對我們的愛 不是只是用金錢來顯現 絕對不是 可是 如果他能夠用金錢的形式來顯現 各位 你覺得他會吝嗇嗎 不會 所以各位 於是 衍生出賽斯心法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信念 你是被愛的 你是富足的 宇宙 可以 白白的給你 但是各位 我剛剛這個白白的 不是說你要不珍惜喔 我不是說你要當敗家子喔 我不是說你應該要去揮霍去賭博喔 不是 我說的都不是這個 我是說 宇宙對我們的愛 是無條件的愛 是無條件的愛 而宇宙的能量 希望我們在精神跟物質都是豐富的 在物質的層面 他可以白白的給你 因為他知道你值得 他知道你會發揮更大的價值 所以我剛剛講了一個 開玩笑一個話 有沒有 一個超級有錢人 活得很沒有意義 看到我欣賞我喜歡我 不可以嗎 可以 覺得我可愛 覺得我做他不能做我的事 對不對 他欣賞我 喜歡我 暗戀我 各位 他想送我一個億 讓我開心 可以嗎 我會說 好 為了我收下來 我會開心 你會開心 我收了 因為宇宙要白白的給你 因為宇宙知道 你知道這個世界是一個善的循環 這樣明白嗎 好來 我們休息五分鐘 立刻回到我們現場 謝謝 明年更後天 我想我的主軸 會來講 健康之道裡面的六大人生觀 因為在 未知的實相裡面 賽斯有講到宇宙的定律 宇宙的定律 各位 比如說 你們以為輪迴轉世 是宇宙的定律對不對 其實不是 輪迴轉世還不是定律喔 好 輪迴轉世的這個定律 它只不過是另外一個 大的定律的小的延伸 哪一個定律 叫價值完成 所以輪迴轉世不是 宇宙的定律 宇宙的定律叫價值完成 那因為 靈魂要完成它的價值 靈魂要完成它的學習 所以 所以一個肉身是不夠的 所以它必須要輪迴轉世 是要來達到經驗的多樣性 達到生命的學習的目的 好 所以輪迴轉世 不是定律 它上面的定律 叫做價值完成 好 所以明天跟後天 我會講人生的六大定律 這六大定律 可以運用在所有的方向 好 包括創造金錢 包括 身心靈的療癒 那我會把這六大定律做透 讓各位你們做夢都記得 好 我先把這六大定律念一遍 好 我剛講了 你們慢慢學 因為賽斯心法是學不完的 學不完的 甚至我們最近跟心理師在讀賽斯的私人課 還沒有任何中文資料 講到人類DNA的起源 其實是有外星血統的 人類DNA的起源是有外星血統的 而外星人本來就的確存在 但是外星科技 我還沒有跟各位細講 科學分兩種 一種叫心靈科學 一種叫技術科學 技術科學是什麼 發明太空船 發射衛星 發明飛機 這叫技術科學 另外一種什麼叫心靈科學 直接意識靈魂出體 直接穿越宇宙的每個空間跟時間 這樣明白嗎 所以人家講佛法 佛法不是技術科學 佛法是什麼 心靈科學 而心靈科學 是比技術科學更高階的 還停留在技術科學的 比較像還在生死輪迴的 這些物質界的居民 各位了解嗎 我們是物質界的居民 所以我們還在使用肉體 當有一天我們結束肉體的輪迴 我們就不使用肉體了 所以肉體只是我們 靈魂 靈魂整個眼鏡的某一個階段 各位就像每一隻蝴蝶 都要經歷過什麼 毛毛蟲 如果沒有被打死的話 每一隻蝴蝶都會經歷過毛毛蟲 而對人類而言 我們現在具有肉體 是我們的意識進化 對不起 因為剛感冒完 我們意識進化的某一個階段 那有一天我們不會使用肉體 因為有一天對我們而言 肉體會太笨重 肉體會太笨重 肉體會速度太慢 速度會太慢 然後肉體是很拘束性的 各位明白嗎 所以以前也跟大家講過 離開最後一世輪迴轉世的人 他們將不再使用肉體 他們使用的叫astral body 就是所謂的星光體或靈體 那就是他們後來擁有的正常的身體了 那我們現在擁有正常的身體 叫做肉體 肉體是第幾層 第四層 第三層叫astral body 就是所謂的靈體或星光體 還有第二層跟第一層 我們現在在學的是第四層 所以回到剛講 人生的六大定律 我剛講了兩個了 第一個是 我是 宇宙當中的有價值的生物 我是一個極好的生物 有沒有 第二個是 我的存在 蓬勃生氣了宇宙的所有的部分 所有宇宙的其他部分 也蓬勃生氣了我的存在 第三個 對我而言 生長發展利用我的能力 是好的 是自然的 而且是安全的 而當我在如此做的時候 我也蓬勃生氣了 宇宙所有其他的部分 第四個 我是我為其一部分的宇宙的能量所護持的 不論我的存在是否用肉身的形式 這第四個 第五個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我的本質是 善良且 具有 善良意圖且有價值的 而 所有宇宙的其他的element 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部分 也都具有善良的意圖 第六個 我的所有不完美 包含其餘 天地萬物的所有不完美 都在宇宙的完美的計畫當中得到救贖 得到救贖 各位 這六大 生命的定律 比你們以為的深多了 包括最後一個定律 包含了業障 包含了原罪 包含了所有的一切的罪惡感 跟自責 你如何把它化解掉 好 來 再回到我們的這個 金錢與心靈的關係 那等一下要不要開放一點時間 讓大家問問題 開放一點時間好了 因為每次來都是我一直講 講到結束這樣 好 所以你們等一下準備一下問題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各位還記不記得神奇之道的口訣 神奇之道的口訣 賽斯基法 很多口訣 跟那個中藥湯頭割絕一樣 你都沒有背 結果先確定 方法自然來 輕鬆不費力 信任感恩加行動 但要有耐心 但要有耐心 結果先確定 方法自然來 輕鬆不費力 信任感恩加行動 但要有耐心 好 那我跟大家講過 我在推廣的賽斯心法 對我而言 基本上跟2500年前佛陀在推廣佛法是一模一樣的 對我而言 賽斯心法就是佛法 各位明白嗎 它就是未來人類的佛法 如果各位你容許我說這句話 如果你容許我說這句話 未來的世界的佛法就是賽斯心法 我推廣賽斯心法的心情跟 耶穌推廣基督教的精神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各位賽斯心法 第一個它不是宗教 第二個 這裡沒有人會把力量交出去 所以像普悅的療癒 各位普悅的療癒 許醫師不會說是我的功勞 我只是啟發者 甚至我只是個帶領者 各位明白嗎 賽斯心法第一個它不是宗教 第二個它不談崇拜 第三個它要求的是 你們每一個人 都要好好的進入學習跟成長 今天我在全世界推廣賽斯心法 我常講我歡迎任何人來挑戰 如果你認為賽斯心法 哪一點輸給佛法了 各位 歡迎來挑戰 你只要把賽斯書看完一遍 告訴我你都懂了 就可以了 因為大部分的人看了第一本 第二頁就睡著了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敢跟全世界 七十億人挑戰 各位仔細聽 許醫師敢跟全世界七十億人挑戰 我說了算明白嗎 我說了算 這句話翻譯成全世界所有的語言 都OK 我敢跟全世界七十億人挑戰 各位當然這是我傳屬我個人的看法 但是也因為有我這樣的人 世界才因此而改變 好 好 那所以 賽斯心法不要求大家 崇拜 不要求大家 成為宗教 不要 它要求你們每一個人 健康快樂 它要求你們每一個人 去認真的學習 拿回自己的力量 好 包含 今天的主題 金錢跟心靈的密切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些實用的關係 好 簡單來講 各位 你如何 導引你的心靈能量 你最能夠往金錢創造的方向 第一個 承認你在宇宙當中的價值 包含我寫小孩子教育的書 那三本 各位知道嗎 孩子都是老靈魂 親子之幽班 跟賽斯心裡飛翔 大陸最近才剛出簡體版的 這個孩子都是老靈魂 裡面有一句話 每一個孩子都是在 屬於他自己那個領域的天才 在座每一個人 如果你還沒有 真的 賺到你覺得 豐富的 夠多的錢 是因為你還不夠認識你自己 因為宇宙給每一個人 一個能力 讓你在物質世界當中 你既能夠發揮 你的理想 你也能夠 創造 豐厚的 生活 所以為什麼 我們常講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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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講過 那是因為我們在物質世界裡 宇宙要我們把能量 不是全部喔 要我們把能量 某一部分 轉到金錢 因為金錢代表什麼 眾人之所需要 各位聽懂了喔 金錢代表了眾人之所需要 比如說你是個房地產開發商 你開發出來的房子 品質比人家好 用料比人家實在 建設比人家安全 價格又沒有人家貴 各位請問你賺不賺錢 你賺錢 因為這背後是什麼 一份愛 什麼叫愛 愛是符合眾人之需要 記得我講過一個教育的比喻 兔子第一天去釣魚 一條都沒釣到 第二天再去釣魚 又一條都沒釣到 第三天兔子又去釣魚 魚受不了了 跳出水面跟兔子說 兔子大哥 麻煩您別再用 你最愛吃的胡蘿蔔來釣我們了 兔子用什麼去釣魚 胡蘿蔔 魚吃不吃胡蘿蔔 各位誰是兔子 你們是兔子 誰是魚 小孩是魚 明白了嗎 你給孩子的 是你覺得最好的 你覺得孩子最需要的 可是那是胡蘿蔔 孩子不見得吃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每個父母親 做得那麼辛苦 所以這次在講 錢在地球的意義是什麼 當你把你的愛 你的愛 你的才能 導向了眾人所需要的 當你的才能 跟你內在的愛 發揮到了極致 宇宙會給你能量的回饋 那個叫什麼 叫錢 所以各位賺不到錢 你不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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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伯樂 千里馬遇不到伯樂 你不要酸 馬來西亞政府無能 你不要酸 老闆都不是人 你不要酸八字不對 你不要酸 實成不對 你不要酸 實不我語 各位對不起 因為你還不夠認識自己 你沒有發揮到你的才能 第二個 你還沒有把你的才能 導向眾人所需要的地方 好 那有些人會說 那我不媚俗啊 那你不要 不要買東西 不要吃東西 各位明白我第一次 所以我第一個會跟大家講 講的是 第一個你認識自己了沒有 你肯定了 你是一個 極好的生物了沒有 你肯定了 你是宇宙當中的一個 有價值的部分了沒有 再來各位 很多大學生問我 要選什麼科系 選自己喜歡的 還是將來找得到工作的 各位我從來不會回答 第二個答案 會說of course 當然是你喜歡的 我永遠不會回答 第二個答案 當然是你喜歡的 因為宇宙的定律在於 讓每一個人 輕鬆的發揮你的才能 輕鬆的展現你的價值 於是宇宙給你 很多的能量的回饋 各位明白嗎 這就是神奇之道 這就是神奇之道 所以我剛剛講 第一個 所謂的你跟金錢的關係 在於你 有沒有花時間來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是誰 認識你的才能 甚至傾聽你內心的聲音 傾聽內心的聲音 第二個 你能不能真的 試著告訴自己 我是豐盛的 而把你的才能 導向創造的方向 當你樂在其中 當你發揮你的才能 你會越做越好 來 我再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可能會把它寫成一個繪本 我還沒有去創作這本書 是我的一個概念 因為之前不是經濟不景氣嗎 前幾年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失業 找不到工作 台灣的年輕人也是 聽說什麼台大 畢業一個月才兩萬新台幣 很可憐 很多人很羨慕韓國 南韓對不對 我最近又看到一些報導 不要羨慕南韓 他們的大學生畢業 像一個月 比如說是台幣七萬塊 馬幣可能七千 大學生畢業大概台幣七萬塊 可是聽說他們一個雞腿便當 要台幣三百塊 一個雞腿便當要台幣三百塊 所以聽說漢江 韓國的首都的那個漢江 跟韓國很多很有名的那個江有沒有 那個河面上的江 聽說人只要一走上去 自動燈會亮起來然後會廣播 請愛惜生命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走路走到那個江的人行道 是為了要 要Jump 所以你只要人一走上去 馬上那個感應器就感應到有人 在那邊走了 馬上會說 請再想想你的爸爸媽媽 生命很珍貴 請想想你可愛的家人 愛你的朋友 請不要做傻事 真的有啊 這是新聞報道 這是新聞 你怎麼老是懷疑我 這很奇怪 第一個我上來就懷疑我是不是許醫師 好啦開玩笑的 他上來可能是假的還是許醫師的弟弟 我是有沒有跟大家講笑話嗎 因為很多人慕名來看我嘛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診療室裡面 有一個一進來看到我 欸就說 喔 許醫師今天請假 你是他兒子 你今天來帶診 對不對 我就說 對我爸爸今天請假 我是許天勝的兒子 今天我帶診 開玩笑的 所以我剛講 各位很多年輕人 他其實是不知道怎麼辦的 那我剛講到蜜蜂 這隻蜜蜂 他可能每天在捕魚 不到魚之後跟老闆領蜂蜜回家 這隻蜜蜂 可能在工廠 做 iPhone5 做Apple的產品 這隻蜜蜂 各位知道蜜蜂很多隻腳嗎 六隻腳 做完了 領幾罐蜂蜜回家 或是在 做什麼生意 然後賺到幾罐蜜蜂 幾罐蜂蜜 然後在那邊算 一個月可以賺十罐蜂蜜 然後退休可以領 五百罐 然後如果一天吃掉半罐 過多久我才能 我才能花完 再賺退休金 直到有一天工廠倒閉了 iPhone5 Apple股價下跌了 他找不到工作了 那蜜蜂就說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工作 我才能賺得到蜂蜜呢 我要做什麼工作 才會有人發工資給我呢 直到有一天他想起來 他是蜜蜂 於是他在群花之間 開始繞了 於是他想到了 他有那個 彩蜜的那根的 於是當他回歸大自然 跟大自然合為一體的時候 他認識的他是誰 於是他恢復了彩蜜的能力 於是他做回了他自己 他又活在大自然的 豐盛之下 他根本不需要存幾罐蜂蜜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了嗎 你們每個人都是那 忘記自己是蜜蜂的蜜蜂 因為你不認識你是誰 你忘記了你是一隻蜜蜂 你忘記了你的本能 你就是喜歡花 各位當蜜蜂在採花蜜的時候 他不是在採花蜜 他是在幫萬物繁衍那個花粉 有沒有 他喜歡花朵的香味 當他在採蜜的時候 他同時也幫助了大自然 在繁衍所有的後代子孫 於是對蜜蜂而言 他沒有在做其他的事 他只是在做他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而因著他做他最喜歡做的事 各位記得我那個快樂園裡的蜘蛛嗎 我不只是我那本書嘛 譜越最喜歡那本書 我不只是我那本書快樂的蜘蛛 所以所謂的金錢是你找到自己的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你們在那邊學的金錢觀 跟過去一輩子都不一樣對不對 今天你很累很辛苦 你賺到很多錢我會跟你說你人生好失敗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因為你不快樂 你不快樂 你很累你很辛苦 你做著你不喜歡的工作 你為五斗米折腰 到後來你會得到憂鬱症 因為你知道你浪費了一輩子的時間 生命比什麼都珍貴 生命比你賺到的所有的錢都更珍貴 你的生命比你這一輩子到後來賺個幾百億都還要珍貴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因為生命要求自己內在最大價值的發揮 所以錢作為一個價值的發揮 他引導回來生心靈 金錢跟心靈的關係是 他代表了你找到自己了沒有 你找到自己了沒有 第二個 心靈跟你跟眾生的關係是什麼 你開始 以眾生為念了嗎 你開始 用胡蘿蔔釣魚 還是你能夠設身處地 將心比心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曾經有一個個案 他是賣水果的 可是他賣水果賺蠻多錢的 賺蠻多錢的 也買了兩棟房子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賺水果賣那麼多錢 為什麼你水果是老客戶 因為他在高科技工業區的旁邊 很多上班族 每天都會來買他的水果 他說第一個 我把我自己當成客戶 我會不會來我的店買水果 第二個他說他切水果的時候 他洗那個水果的水 都是飲用水 不是自來水 因為他跟我講 其實我想如果我的孩子來買水果 那我希望我洗水果的水 都是人家可以喝水 因為洗水果的水 會不會附在水果上面 會啊 你水果切開 你會洗幹嘛 那那個水如果是自來水 那是沒有消毒的 他說他都是用消毒過的 那為了省錢幹嘛 也許先煮過 不要買礦泉水 那煮過的水至少比較安全 他說他是用飲用水 在洗那個水果 在泡那個水果 因為他把他當成每個客戶 都會來當自己的小孩 再養就對了 然後他買的水果 不見得是最甜的 可是他一定是去 跟那個誠實的農民買 沒有農藥的 沒有農藥的 所以各位 你的心有沒有為眾生著想 各位 你覺得人家會不會感受到 會 今天你說做生意會報復沒有錯 有些人黑心食品嘛 像以前大陸不是買 那個奶粉嬰兒會結石的嗎 以前聽說 大陸好多那種 那種假的食品有沒有 可是我還聽到 還有假的雞蛋 那種蛋打下去 那個蛋黃不會散開的 還有假的那個汙泥 汙泥知道 海膽 聽說用水泥 還是用什麼假裝海膽 我真的很佩服 這麼有創意 可是各位 講句實話 也許你曾經用不好的手段 來賺到很多錢 但是我告訴各位 能量不對 能量不對 有一天你會數倍償還 因為金錢一定要是 善的能量的流動 金錢一定要是宇宙的 價值的發揮的流動 金錢一定是 你能夠將心比心 顧慮到每一個人的感受 就是你的價值 對別人而言是有意義的 各位不要想太多 比如說我講 哈利波特的作者好了 人家是失業領失業救濟金 那寫了哈利波特之後 有沒有名利雙收 有啊 因為他帶給多少的孩子快樂 歡樂 帶給多少的孤兒 喜悅 因為有可能每個孤兒 都是哈利波特 而且是童年不快樂的人 都幻想是一隻哈利波特 他滿足了多少人 幻想的成真 各位請問 有沒有符合大家的需要 有 你看得很高興 對不對 你看到哈利波特長大 跟佛地摩在那邊鬥 你覺得 哇好開心喔 各位 這也是喔 所以所謂的錢在於 你真的有沒有體會到 眾生一體的觀念 比如說我們講最簡單的例子 今天 這個Jobs 那個Steve Jobs 先講個Steve Jobs的笑話 有一個人就買一個 這個iPhone5給他奶奶嘛 不是給他奶奶 就好像奶奶過世了啦 然後就要燒iPhone5 給那個 你知道我們華人會燒那個 房子嘛 燒車子嘛對不對 最近聽說都會燒這個iPhone嘛 燒這個智慧手機給這個 然後有一個就說 爸爸你燒這個iPhone給奶奶 奶奶不會用 他說沒有關係 我問過Apple了 Apple說他已經派Jobs去教大家了 Jobs會學中文啊 他說已經派Jobs去另外一個世界 教大家怎麼用iPhone了 好 比如說我們講iPhone為什麼會賺錢 當然最近開始往下掉了 因為他顧慮到每個人的需求 你懂我意思嗎 他把你的需求放在心裡 為什麼科技越來越方便 為什麼每個科技出來 讓大家覺得哇 有沒有 iPad當出來哇 有沒有 因為他讓你覺得好貼心喔 各位 我要說如果不把它當作一個科技產品 再賺錢 我要說什麼 因為你覺得你被 考慮了 你被體貼了 各位我要說其背後 整個人類的世界的流動 是一份愛的能量的流動 你們都在 腦袋都是錢 其實不是 錢是順便 錢是順便 各位 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講過的 我的人生觀 利己利人利益眾生 幹嘛 順便賺錢 還記得嗎 來跟我念一遍 利己 利人利益眾生 順便賺錢 各位 你只要這個原則下去 你絕對是 精神跟物質是富足的 絕對是富足的 所以我剛剛講 你不要說賺錢 你要想說 骨子裡你怎麼樣把愛給這個世界 各位 比如說你是一個木匠 麻煩做 做出 你覺得 最美的 一張椅子 那張椅子實在很美 看到就很美 可是不能坐 沒所謂 因為你賣給人家是要看的 不是給人家坐的啊 也可以啊 各位明白嗎 或是一張椅子真的很醜 很醜很醜 坐起來就是不想離開 每個有痔瘡的人都很喜歡坐 坐你的椅子 痔瘡都不會發作 都不會壓到痔瘡 可以啊 各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認識了你自己 發揮了你的才能 你服務了眾生 那就是你厲害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 不要賣萬壇 賺萬壇賺不錢啦 各位 你不要萬壇賺不錢啦 不要那麼酸的啦 還有 我跟他講 絕對不要歧視有錢人 因為當你歧視有錢人 你絕對不會有錢 因為潛意識就會自動阻止你自己變成有錢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會很酸 一輩子道德很清高 結果都沒有錢 不是這樣子的 賽斯心法一直在講 心靈跟物質要富足 富足的心靈 富足的生活 富足的人生 然後更能夠實現理想 好不好來 我們還剩一點時間 讓大家來提一下問題 因為剛剛 來 有問題的 或是想討論的 趕快舉手來 因為每半年才來一次 每次看到大家都很高興 真的 而且這次還特別把我太太帶來 大家鼓掌一下 來 來 這位同學 來 走出來 因為麥克風的線很短 許醫師你好 我是來自吉隆坡 名叫回禮 從吉隆坡過來一下 這次就吉隆坡 然後現在新加坡 因為這次好像工作坊有 二三十位從新加坡過來的 來 新加坡過來請舉手 這位是 好好 我是想 因為我是剛接觸賽斯 那有沒有是說 應該從哪裡開始會比較好一點 從哪一本喔 其實我隨便妳看哪一本 都可以 綜藝就可以了 因為我常講 反正最後妳都會全套買回去 各位我不是跟大家開玩笑的 有一次我到那個麻坡 移保 我們那邊的學員 沒有像吉隆坡這麼幸福 開車子用箱子來裝 你知道嗎 真的 我沒有看過 我很感動 因為你知道台灣什麼東西都很多 來到這邊大家求之若可 我進入賽斯心法27年 我會走一輩子 那妳先看封面漂亮的 或是妳覺得 比如說像 像我們講 假設 我的書裡面很多 像創造力 疾病的 然後 讓 心平安的 那我會建議各位 你們先從我的書開始 雖然賽斯的書 早晚你們一定也要看 每一本你都要看 可是 你要列為目標 你先從我的書開始 那賽斯的書 雖然各位你們買回去 是看不懂 你還是要買 我在台灣中正經理堂 我每個月都這樣講 我知道你們買回去看不懂 像我們最近出早期課 第一本 我太太到現在 有些都還看不懂啊 買回去 看不懂要不要買 要 為什麼 因為看不懂 翻開失眠的人就睡著了 慢慢看懂了 人生就改變了 所以你就先找教育的啦 健康的啦 或是其他你覺得很 對你有幫助的 好不好 那賽斯書我會建議各位 有申訴你要聽 疊你要聽 因為會幫助各位理解 好不好 謝謝 來下一個問題 徐醫師你好 我叫順友 我來自馬六甲 就在外面那個書籍都有看到 關於到癌症的這個 今天我的問題是有關係到健康 那麼我的父親53歲 他就得了剛剛得了那個腦癌第三期 就對於這些醫生都說 化療以及動手術都已經不適合了 那麼請問這個賽斯的這個知識 心法能夠用在我父親的身上嗎 還有從哪裡開始 我第一個會建議的 你讓你爸爸聽這個癌症不是絕症 的這套CD 對那個CD有20片 因為有時候腦瘤的人會有點焦慮不安 他心會定不下來 你知道我意思 我看到很多得腦瘤的 其實是心很亂 那坐立不安 你讓他聽疊 那另外一個 我想先跟你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我台灣的一個個案 普悦可能看過他影經 是我很早期的個案的 他是腦瘤 而且好像是腦瘤裡面比較惡性的 那當他被診斷腦瘤 醫生跟他說大概只能再活兩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吃喝玩樂 在一年內花掉台幣兩百萬 結果錢花完了 人沒事 後來開始學賽斯心法 因為他後來得到憂鬱症 他不是因為腦瘤來找我的 後來開始因為得到憂鬱症 看了那本書 許醫師抗憂鬱處方 他開始進入賽斯心法 後來他也有躁鬱症 躁鬱症到什麼地步 我在台灣每個地方演講 都會看到他坐在那邊 台北坐在那邊 高雄坐在那邊 有一次我到香港去 他也坐在那邊 跟我到處跑 因為躁症發作了 後來他慢慢去釐清他的痛苦 因為你知道 腦瘤的人 我講我的經驗好不好 特別聰明 特別聰明 而他的內在有一個很強烈的衝突 你知道我意思 內心有個很強烈的衝突 這個衝突必須化解 好 這部分我有機會再跟各位好好上課 因為最近我在台中總會上課 所有疾病的主要起因來自這個東西 來各位你們記起來 因為有些我講的東西 你們要花二三十年慢慢體會 因為賽斯講的東西 我也花二三十年再體會 叫基本精神習慣 因為你們很多人以為生病是飲食習慣 你們以為是作息習慣 以為是衛生習慣 以為是亂吃東西 以為是睡眠不正常 以為是什麼習慣 不是 所有生病的主要原因叫 基本精神習慣 跟我唸一遍 基本精神習慣 因為你的起心動念 你的思維 你的感受 會馬上產生電荷 電跟化學的產物 而電荷跟化學的產物 累積到身體排除不掉的速度 開始產生負能量 而負能量的累積 要為身體的生病直接負責 聽懂嗎 負能量的產生 要為身體的疾病直接負責 所以疾病會好 兩個 第一個 找到產生負能量的根源 你的基本精神習慣 比如說 自我意識最擅長的是什麼 恐懼跟擔心 自我意識最擅長的是什麼 對後悔 對過去的後悔 自我意識最擅長的是什麼 放不下 放不下 明白嗎 對未來的恐懼 還有孤單 各位 負向的精神習慣 累積太多的負能量 你要找出負能量累積的根源 第二個 我剛講的六大 人生定律 有沒有 你要開始建立 能產生正能量的起性動念 我跟大家講過 你要能做到這兩點 基本上所有的疾病都會好 我是醫生 我不說謊話的 我自己是醫生 如果你能夠找到負能量的根源 開始建立正向的能量的來源 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常講一句話 各位 許醫師有能力 把別人的疾病医好 但是你不一定能讓我医好 這樣明白意思 因為賽斯心法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他必須要自己 內在也要產生作用 佛講一句話 他沒有辦法度 跟他不相應的人 佛法再偉大 佛陀神通再厲害 有一種人不能度 不鳥他的人 沒錯吧 佛只能度有緣人 不鳥他的人他無法度 所以他這東西是相應 他慢慢自己學習跟成長 好不好 那大概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不再問問題了 我來做一下簡單的結論 各位 心靈與金錢的密切關係 我剛剛講了 我今天把很多 各位你們過去的觀念 重新定義 你們聽到為止 應該慢慢發現 第一個 許醫師在強調什麼 宇宙一切萬有對我們的愛 你在宇宙當中的價值 各位記不記得那句話 因為我做出這個手勢 話就要出來了 白白的給你 可是各位 你不是白癡 白白的給你的意思是 你有價值 白白的給你的意思是說 宇宙對你的愛 白白給你的意思是說 你也能給眾生更多的愛 認識你自己 發揮你心靈的價值 立己立人利益眾生 順便賺錢 有沒有 那當你認識你自己的時候 你會找到 你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好不好 我們今天在吉隆坡的講座 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